前兩天我在YouTube上提到一個Channel 他們有一個保險團隊 他們專門服務一些孤兒單的客戶 幫助一些朋友 他們的訂單可能營業員已經沒有做了 一直沒有人跟進 看看如何跟他們調查政策 今天這個短片也想分享一下 看看大家覺得有沒有價值 好像剛才我說 既然有一個YouTube Channel 他們主力去打孤兒單市場 某程度上都反映出 市場可能是有這樣的空間 有很多投保人他們可能不買了部單 有三個情況 第一就是營業員離開了這個行業 第二就是那個營業員可能轉去第二間本公司 第三就是營業員健康問題早走開了 因為我經常都說我們做顧問都會死 我們都控制不到自己不死 變成這三個情況之下 客戶將保單 變成不是由原本的顧問去服務它 一般市場通常的做法就是 那個營業員離職 或者他走開了 都會自動交給他上司的團隊 然後由上司去安排 看看怎樣找一些顧問去幫忙 去跟進服務 以前年代跟服務就比較容易一些 我覺得 因為客人的經驗離開了 某程度上 他一定想一個保險顧問來幫他跟進 但是大約我沒有記錯 應該幾年前 香港開始有一個叫做 我不想接受人來推銷 政府有這個條例出了 變成有很多人客 他們就在政府那裡打個電話去登記 這些我們叫做OP OUT的Client 當那個顧問走了 那個單就會落到上司的團隊 如果那個上司看到 咦? 這是一個OP OUT的Client的話 其實他們又真的 不可以很主動去找那個客人 不過保險公司是會寄封信 告訴那個Client 其實現在你有哪一個去負責跟進 當然客戶是可以主動去找那個營業員 不過我覺得 一向的practice都是如果那個客人 他們不是搞賠償或者不是報單 他們想拿錢有什麼問題 其實他們很少會理會那些信 甚至乎很多時候 那些人客的信都不開的 隔了很久 哎呀有空了 才一次過要找誰呢 所以變成以前年代沒有OP OUT 這件事 那些營業員去跟進 就會理所當然一些 是容易一些 我覺得 那現在呢 有了這個OP OUT的系統的話 其實有時候都未必是 那個團隊他們不想來跟服務 而是當個人客他選了一個 這樣的option的時候 其實他們真的 不可以很主動去接觸個人客 有很多人客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 或者忘記了自己申請了這個 叫做拒收信息服務的 因為呢 系統就是怎樣呢 他打到政府的電話 然後呢 政府就會下一個名單的list 給所有全香港所有的銀行啊 保険公司啊 甚至乎一些電話公司啊 會做銷售的公司 就有這個電腦記錄名單 當然呢 比較電腦先進一點的公司 其實他就會自動POP IN 咦這個人申請了 他收信息了 這樣 變成了 營業員就不可以主動去 去推銷 或者去接觸個人客 如果不是就很容易 被人客 會怕他投訴 其實是 可能當時他申請的時候 其實他只是不想 有這麼多無謂電話 打電話來 問他借不借錢啊 或者其他特別的東西 有時候他未必是針對保険服務的 不過呢 很多人客人就是不知道 當他做了這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全香港所有會做銷售的公司 其實他們都依據法例 是不可以去主動接觸客戶了 所以變成了 有時候在跟進服務的時候 就有點難度 事實上可以解鎖的 可以接收訊息的 舉個例子 譬如他真的打電話 去政府做登記 所有銷售的公司 都不可以主動再給他電話 但是呢 零零碩碩這間本公司 他想有人跟進服務 他就可以通知那間本公司 可以開通接收訊息 只是單一這間公司 變成那些保険顧問 就可以服務回去 直接把最新的消息 或者保單有什麼未到期 也可以跟進 因為有時候 我試過一些case 就是有些人客人就會說 哎呀 哎呀 保費未到期 為什麼不通知我啊 其實有時候 我們做保険顧問 都想告訴大家 就是 其實 在保険公司 現在一些比較大的本公司 其實他們會有手機app 手機app裡面會提醒客人 報費到期 第二 都會有訊息 再提客人交報費 但是如果他那個電話 或者電郵不update 那就通知不到 好 再加上他再選擇了 這個叫拒收訊息 保險agent 就更加無法去找他 變成到頭來 如果是停了單 就達成事了 當然你說 哎呀 我外面 那些電訊公司 不要來發寬頻 不要發電話 停了那個電話 我就覺得影響那麼大 就開回了 但是保單停了 就真的買不回來 所以變成有時候 某程度上 我都想提醒一些投保人 其實他們自己都有責任 去跟進 還有有時候都留意 當然你說 哎呀 我呢 就只是想個保險顧問服務 不過呢 就又不想他公司那些hotline 打電話來sell東西 其實就分拆不了 因為有時候很難去定義每一個訊息 究竟是不是屬於銷售 舉個例子 譬如好像去年 下九個自然醫保 那自然醫保 那自然醫保推出 那有某些公司 其實他們就是 有一些舊的客戶 譬如給他可以自動轉 做新的自然醫保 但是如果那個人客 他取收信息 其實他是不會收到這些資訊 但是這些叫做自動轉換 是有deadline 有限期的 變成有時候你說 這些情況 其實那個顧問就很難做了 就是又不能通知他 但是他deadline又到期 那怎麼辦呢 到頭來最後的人又覺得 哎呀 為什麼沒有人通知我 這樣 因為他都明白 選了op out 其實所有東西 什麼都收不到 其實對他未必是最好 但是有時候 他也不想收到太多的無謂資訊 變了我覺得有時候 大家溝通清楚 溝通好 那我又覺得 保險顧問都盡量去安排 例如我那樣 譬如有哪些客人是取收信息的 或者他不想特別接觸什麼 那我自己就會在電話簿 手機電話簿 就記錄下 因為有時候我們節日 去同一個客人 就是叫星誕快樂 或者新年快樂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問候的訊息 但是他收信息 有時候我也覺得 哎呀很掙扎 好不好發給他呢 很想一個問候 但是他又取消了他收信息 好了如果我一直不接觸他 他又會不會覺得我沒有服務呢 沒有人理他呢 這個就是我們做顧問有時候 一些法例上的兩難 那我也希望 將這一部分 就分享給大家知道 那這個呢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孤兒單裡面 我覺得 需要分享給大家知道的一個訊息